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要從這個英文字裡面的六個字母裡面 選四個字母出來排成一類 那共有多少種排列的方法 這裡面的話 你可能選到相同的字母 那就會有不盡相互的排列 那我們現在用深層函數的方法來做 怎麼做 現在s它有兩個字母 這1它有兩個字母 r它有一個字母 i的話也有一個字母 那我現在 這個s的話 可能取0個 就是x的0字方 可能取一個 可能取兩個 好 這個加的話是或 s 取一個或 沒有取或取一個或取兩個 而且 這個s的話 不過這裡的話 因為它是做排列 如果不做排列的話 這個就不用除 這裡要把它除以二階層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1 不取 或者是取一個 或者是取兩個 i的話 把它除以二階層 r的話呢 可能不取 或者取一個 i的話 不取 或者取一個 然後你把它給 乘開來以後 你就能找那個什麼呢 找那x四方向 把這x四方向 合併起來以後 然後再把 合併起來的係數 再把它乘以 乘以4階層 為什麼呢 理由是這樣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你這個把它乘開來的話 就是說 s取兩個 e的話也取兩個 然後r的話不取 然後i的話不取 這個乘開來的話 這一項就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s 兩個s啦 跟什麼呢 兩個e 做什麼呢 做不盡相互的排列 好 那你乘再來的話呢 它的係數呢 是多少 是2的階層 2的階層 然後 這個是x四次方 分之一 所以你出來的話 x四次方的話 都要把它乘以什麼呢 乘以那個四階層 都要把它乘以 四階層 乘以四階層 那這個係數呢 就是什麼 就是相當於 兩個s 兩個e 做不盡相互的排列 或者說 比如說你取一個什麼呢 取一個s 兩個什麼呢 兩個e 再取一個什麼 那這個假設不取 再取一個i 這樣乘以來的話 相當於 相當於一個s 兩個什麼呢 兩個e 兩個e 然後這不取嘛 這一個i 做不盡相互的排列 那你乘開來的話 它的係數呢 它的係數就是二階層 它的係數是二階層 分之一 然後的話 是一次方 兩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還有四次方 所以你這樣還要乘以 乘以一個那個四階層 這個還要再把它乘以四階層 那這一項就是什麼呢 這一項的話 就是這個排列數 這個不盡相互的排列 這就是四階層 好 除以這個兩階層 就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在可以 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呢 找到所有什麼 所有選四個字母的排列 選四個字母排列的話 你係數全部把它加起來以後 再把它乘以四階層 就是它的方法數 好 那我們現在 就把它乘開來 乘開來的話 那這個怎麼乘開 這個就是 這個跟這個一樣 就是 1加 x 加上 二階層 就是2 2的s平方 的平方 再乘以 1加x的平方 那現在要取什麼呢 取 x四次方向 取完以後 它的係數 再把它乘以 乘以那個四階層 就是答案 好 那我現在把它展開 展開以後 這個展開的話 就是 a加v加c的平方 就是a平方 加v平方 4分之x四次方 再加兩倍多少呢 兩倍ab 加ac 再加多少 再加bc 2分之x三次方 這樣子 就是 就是ab ac rbc 好 再來 整理多少呢 這把它展開來 是1加2x 加x平方 好 這個等於多少 這把它整理一下的話 就 1加多少呢 一次方的 一次方的有2x 那加多少呢 加那個 2次方的 2次方的 這裡 一個x平方 這裡一個x 那就是 x平方加x平方 是2x平方 再加3次方的 就是x3次方 4次方 是4 4分之1x的4次方 那你把它乘以什麼呢 乘以這個是 1加2x 加3x平方 那你現在要取x四次方嘛 那四次方的話 那就多少呢 就是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 2 係數2 加這個乘以這個 加2 好 這個乘以這個 再加這個乘以這個 再加4分之1 這是它的係數 然後你係數的話 再把它乘以呢 4階層 所以呢 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欸 這個喔 這個是4啊 加上4分之1 那乘以多少 乘以4階層 要把4階層拿進去 就4乘以多少 4階層是24的 再加多少 4約掉一個 3階層3要得6 4六24 即2 4二呢 得8 欸我看喔 24啊 乘以多少呢 4 4是16基 4二得89 這算錯了 4 96 加上6 等於102 所以答案是102 這裡的話 比如說你選3個 選3個的話 你就什麼呢 你就找那個x3的係數 找出來以後 你再把它乘以內3階層 就是要的答案 選5個 選6個 通通的話 通通可以得到 選6個的話 很顯然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排列 就是6階層 然後多少呢 它是2階層 2階層 這個1的話又兩個 2階層 這樣子 好 對應出來的話在哪裡 在這裡 就這個 這個選2個 這選2個 這選1個 這選1個 所以得到 得出來的話是多少呢 是那個 2階層 2階層 分之1 x4 那現在你選6個 所以這個要把它乘以內6階層 就變成2階層 2階層 6階層 就是這個 那你如果選 什麼呢 選那個 5的 選那個 什麼呢 選那個 5次方的 那你就在這裡 你就在這裡找 5次方的話 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 乘以這個 5 5次方 再來就沒有了 就只有一項 那一項的話 一項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找 實際上是兩項 這裡係數2 這裡要選兩個 這裡選兩個 這裡選兩個 然後呢 這裡選一個 這裡不選 或是這裡選一個 也就是說 這個係數 乘開來 2階層 2階層 然後這裡有兩項 分之2 那你再把它乘以的話 乘以那個5階層 5階層 就是這個 這個係數 這個係數是 4分之2 那再乘以5階層 就是什麼呢 就是x 就是5個字母 選5個字母出來 排出來的 它的方法數 就是這個答案 所以這裡的答案 是102 這裡答案是102 是102 1 1 1 2 1 2 2 2